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县城主要街道的旁边 一个叫4S的店面特别醒目 曾经的王团长已经成为这个据说是全县城最大美容美发店的大股东 他也被员工们尊敬地称呼为王总 好 好 男主要来 男主要来 跟我们谈一下爹一位这种文化 他说我们根底不会正面 如果文具比说那个小伯伯的大传 就是根底有几个圆地 不会影响 怎么影响 我们解释会了 好 王大斌说老张人陪嫁的28万 原本必须用作购房首付 装款专用 考虑到还案件压力太大 王大斌做通了小雪的工作 创业优先 舍不得首付就套不到全款房 然后 他就与六七个朋友合伙开了这家4S店 他投了28万 占股28% Hello 今天是术后的第4天了 然后一切正常 医生也帮我把那个树叶也停了 现在就是左边眼睛 冲鞋比较严重 但是每天都有用热鸡蛋 热敷 然后其他的话 感觉情况还挺好的 很激动 我就要回家了 拜拜 这个叫做4S的护肤造型店 是整体收购的一家正在试营业的全新门店 王大股东他们接手之后 还在进一步装修拓展 按照股东会的战略规划 接下来再陆续收编几个旁边的西角城 把护肤造型和保健产业整合起来 从县城起步 再到重庆竹城发展几个加盟连锁店 再到重庆竹城发展几个加盟连锁店 现在都是有个问题 你现在已经把所有的开市都跟我说了 是不是 对 不 49万 49万 49万加70 都是119 阿文在成都住院一个月之后 突然发现收购圆密的预留款没有了 按照股东责任分工 总裁阿文负责公司宏观发展方向 人事财务由大股东直接负责 这是阿文第一次以股东身份梳理财务账目 按照阿文的判断 公司账户上无论如何都应该还有一百多万 但是现在账户余额仅剩三万 当初为了节省岗位开支 财务总监杨人财就成了财务总监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最不被尽头关注的会计见出了 竟然在我记录收尾的时候搬出了全片最大的一个卦 若止这几个月 杨总监深得董事长的信任 每笔投资款都是金他之手进入公司账户 所以这些钱大多都在进入公司账户之前被截流到网络杀猪盘上 留了一圈 为了弥补亏空 他就欠下了四五十万外债 然后他就把董事长的最后一笔投资款一把锁哈了 一共一百零九万 这些钱再也没有回来 公司的资金链断了 跟他把董事长拼 11月份 11月23号 把房子买了 跟他把董事长拼 房子买到之后 在我公司自己附近我住了一套房子 从此以后 我们这个家庭是行李 一行李开始 他答应我的很好 别保证从此以后不再协和 昨天两天钟 我消了这个事情 我以为所有人犯 我想 我想一直 鸡碗喝钱 我想办法给他换 我还是想给他一次机会 所以他告诉我是九十到一备完之后 我真的觉得我咋也没有力气好 然后我觉得人家穿过起来 为了给丈夫偿还赌债 这个可怜的女人 刚刚在去年卖掉了房子 只希望浪子能有回头之日 只希望孩子能有一个完整的家 只希望孩子能有一个完整的家 如果不是因为我 如果不是因为我 我真的是上音乐床 就这样消死了 我看那个家子是 我看那个家子是 农七也回来了 虽然早就不参与管理运营了 但他依然是小股东 一百零九万 对于财大七出的大股东来说 或许不算致命 但是这样低级的管理事务 对于一个创业团队来说 伤害是致命的 因为他动摇了合作的信任根基 人心散了 可能比资金链断了更加可怕 对于美人程 那是俱逾票据的真实线 哇他才高的些 对那么不烈 而且中间的交产 两股来一次 一这一块来就来一个 两股做一个无数分 两股跟着你一看 你说你是玩的5块大大 你说你打给那副吗 我拿出来 其实这个是十年打 还有另外两个月 约十年 ac och 鞋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好 请个手两点 接下来的股东会 一年开了七八天 农期和阿文的言辞都很尖锐